哎呀 我这块地真是昨夜啊 嗨 我是海妈 昨天晚上一夜狂风暴雨 听到雷声 雨声巨大 然后我心想完了 完了 我的花园可能今天要完了 跟着你们一起去看一下 暴雨之后的花园 这个还可以啊 这个石灰灯还挺得住 粉色精灵这个时候 就显示出了它的优势了 四母皇太后你看这么大的雨量 它赶着出 没有问题 晚上越没想到一场暴雨之后 开得这么整齐啊 刚刚新种的这一块地被淹了 我去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狗里头的水排不出去了吗 这儿 南北的水了 强牌吗 我去看一下 哎呀 我这块地真是昨夜啊 必须要强牌 不然这里头的水 寒水里高得很准处的 噢 水 我又想起了有一年 我一场暴雨 死了几十个大梨花品种 只云两小时的雨 然后现在好一点 因为我用这个框来种的 然后这个水透的比较快 希望今天下午再来看一下 就知道有没有风险了 因为看起来是透水还行 用框种的 多余的水存不起 我继续去看一下花园 哇 一场暴雨之后 经常开了这么多莲花 哎呀 暴雨之下 风雨栏开得好妖恋呀 哇 还是白子莲强 就啊 没有想到暴雨之后 比较耐得住检验的是白子莲 如果一场暴雨之后的话 第二天一定要一大早起 去到花园看看哪些地方积水 然后挖一个坑搞一个抽水机强牌 把这个水赶紧排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就像我这样 带一个棍子一边走一边敲 对于那种被水压弯了的枝头 赶紧这样子摇晃一下 它会好很多 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等到天晴 像我们这样的话 会做一次大规模的消毒 就用广浦的杀菌的药剂就可以了 千百剂的好清咸 这个药剂就可以广泛地用于花园的每一个角落 对它的真菌病害进行一个消杀 鲍鱼虽然带了很多很多的不可预测的危害 可能会死一些植物 但是也带来了56只月季花的笋牙 这个笋牙今年就要长到三米左右 利用好语 防好语 关了还吗 陪你种花 拜拜